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艺效果更好 一直都有着较大的争议 但是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这个问题没有了争议 在节目中 为了让极限男团都能登上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所以提前要测试下大家的各项身体指标 测指标的同时就看出了大家的综艺效果 再来到游戏环节 成员们要从15样物品中选出自认为最有用的7样物品 好让自己尽快逃生 这本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登山问题 极限男团们自然不会给出标准答案 岳云鹏更是直接先选择了7份外卖 看愣了的魏大勋直言 你这是剑左偏锋呀 你以为岳云鹏是为了吃吗 人家是出于相声演员的职业素养的选择 毕竟在节目中 搞笑才是最重要的 阐述原因时 岳云鹏已经悄悄地将外卖改成了急救药包 你以为这是他认真起来了吗 当然不是 他随后解释道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庭 保护家庭就是保护小区 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随后 任嘉伦也是现学现卖 也选择了外卖 还否定了别人的质疑 因为选择外卖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问道是谁给你送上来的呢 外卖冻上了怎么办呢 任嘉伦也开启了自己的段子本领 外卖是自己带上去的 并且是随身保暖 不会冻上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合理的解释 来到揭晓答案时 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一个选择与正确答案最接近的 就是任嘉伦的外卖 因为在雪山上最重要的就是能量补给 这还只是一个意想不到 让人更意想不到的 就是选择的所有物品 与正确答案最接近的竟然是月云鹏 没想到看起来最能胡闹的两个人 却成为了选择最正确的两个人 那你说这是节目组的综艺效果 还是月云鹏和任嘉伦的综艺效果呢 月云鹏的搞事能力当然不止这些 来到后面的游戏环节 听到任嘉伦身高1米78后 月云鹏因为不幸一定要量他的身高 实际身高有1米78的人嘉伦 还配合了他的表演 当即与实际身高1米78的王迅比试身高 这才让其他人吃瓜的心放了下来 这些还只是两个人在节目几个经典的搞笑时刻 月云鹏和任嘉伦在节目中的表现是真的好 综艺感十足 随时随地能给观众们 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段子 月云鹏是从开始加入节目 到现在是一路成长一路搞笑 作为综艺咖的他 总能将自己优秀的相声功底 运用到节目中 为观众散播欢笑散播爱 任嘉伦是在节目中突飞猛进的增长 从最开始容易被人忽悠的综艺小白 到现在能忽悠别人 也能给自己造梗的表演新秀艺术家 当然要想有好的综艺效果 不光要有搞笑能力 还要有踏实肯干认真负责的态度 在前几期节目中和高原地区的孩子打篮球时 即使面临着剧烈的高原反应 任嘉伦仍然坚持完成比赛 只为给山区的孩子点燃心中的那团火 这份奉献和坚持也是很多综艺人值得学习的 月云鹏和任嘉伦的优秀表现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盘点了 不过就我自己而言 不管是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还是往期节目一起来看的话 月云鹏和任嘉伦绝对是综艺感最强的两个人了